10月16日 中國共產黨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 不少香港民眾通過多種形式觀看開幕式直播 服務香港基層多年的區議員劉佩玉表示 她十分關注香港民生問題 期望20大以後香港可以繼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我自己都親身觀看了開幕禮 其實是很贈返人心的 作為香港的一個基層組織 一定要集中精力去解決基層市民 以及各級各個階層市民所面對的問題 才可以令到普羅香港市民受惠 也可以真正改善到他們的民生 才可以獲得到幸福感 我認為未來五年 特區政府真是要將集中做好民生的工作 從業20多年的第一次司機黃大海 熟悉香港的大街橋下 他見證了香港不斷發展的過程 香港的士司機是香港最基層的公共服務提供 我們見到20大順利召開 在香港議題上 習主席都很關心 香港回歸以來 我們香港經歷過很多事情 每一次有大問題的時候 中央都會支持我們 對我們一個的士司機來說 我們在香港生活 我們希望香港繁榮穩定 香港繁榮穩定 我們才會有更好的生活 作為餐廳老闆的李凱湖 也有同樣的感受 他希望香港社會經濟能盡快恢復 希望以十大後的發展路線 能夠加快國家經濟發展 帶動香港聯合的經濟復甦 今年25歲的李婉榮 是一名青年香港醫生 雖入行時間不長 但過去兩年 無論是內地遠港醫療隊的支援 還是中央原件社區隔離設施的建設 都讓他感受到國家對香港的支持 我覺得我自己現在是香港的一位醫生 其實在香港或整個世界 經歷了疫情差不多三年的時間 大家都經歷了很多鬥爭 和疫情爭斗 但我覺得今次 尤其是透過這二十大會議 我們知道無論是怎樣 祖國都會繼續支持香港的發展 即使我們在對抗疫情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都可以得到這個祖國的幫助 作為中學老師的王勇 非常關注香港青年的成長 他認為香港青年 應積極了解內地的進步與發展 因為我現在就是一位中文的教師 我都會相當留意學生對於國家的看法 希望今次二十大可以給更多的學生 青年朋友 其實可以了解到國家現時的一個發展 香港的青年 其實應該是對於國家 對於香港有更加多的信任 更加願意投入在國家 香港的發展當中 香港青年歌手丁正凱表示 二十大報告中 對於青年的表述讓他印象深刻 希望在未來能立足自身 創作出更多受人歡迎的歌曲 講好中國故事 香港故事 看完了二十大的報告之後 我也都很希望在日後的時間 可以立足在自己的崗位上 結合自己的專業 創作出更加多有家國情為的歌曲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